这个赵扁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叫这里讲的赵丸 还有这个吉 丸吉这个吉是赵吉 还有第三个儿子赵宪 那么根据记载 赵扁把他第三个儿子赵宪 改名叫赵堂 那么把这个第三个儿子过继给他福兰衡山的堂弟赵继为儿子 那么这一只就是赵堂这一只后来成为衡山一大家族 其中赵堂的孙子赵奎官当到又丞相 所以在书四所编辑的赵清宪宫神道碑 里面提到赵扁有两个儿子 其实是没有把过继给赵这个没有过继给赵季的儿子赵宪把他算在里面 赵扁生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显贵 这里讲说接贵其实不是只有赵碗跟赵吉显贵 赵县也显贵 纵使他过继给别人他是显贵 这证明什么呢 我们讲说万般将不去唯有夜随身 恶业也是夜随身 善业也是夜随身 所以他有福报 他有福报 你看他就算购祭给他的堂弟赵祭 还是一样有福报 后来成为一个很大的家族